难怪岳不群不断嫁祸灵狐冲 你看灵狐冲的生父生母是谁 主角郭靖 杨过 张无忌都拥有较为明朗的绅士 但为何灵狐冲的生父生母迟迟未露脸 笔者认为 锦庸极有可能想借着灵狐冲的绅士铺设剧情 为笑傲江湖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只不过写着写着故此诗笔 最后竟忘了交代灵狐冲的父母 这可不是空学来风 咱们先看一看岳夫人对灵狐冲有多少怪异举动 岳夫人换作宁中泽 在江湖里还有一个宁女侠的响亮称号 对于灵狐冲 岳夫人可谓是将她视如己出 尽管灵狐冲吊二郎当不求上进 但华山派仍立了灵狐冲做接班人 足以可见 岳夫人对灵狐冲极为看重 然而岳夫人却对岳灵山与灵狐冲的关系表现得相当怪异 尤其是当林平之败入华山门下之后 岳夫人似乎更是排斥灵狐冲 书中是这么写的 岳夫人道 平之勤勤恳恳 规规矩矩 有什么不好了 冲儿胡闹任性 轻浮好久 山儿倘若嫁了她 势必给她误了终身 要知道的是 岳不群多次嫁祸灵狐冲 岳不群在书中的末尾甚至与灵狐冲以命相搏 然而岳夫人始终不肯相信是灵狐冲偷了紫霞神功 岳夫人更是拼了性命 背叛自己的丈夫保护灵狐冲 不难看出 岳夫人对灵狐冲的感情实事很深 也深知灵狐冲的为人 可在岳灵山这件事上 岳夫人却极力反对灵狐冲作 反而乐见林平之与岳灵山结为夫妻 如果将灵狐冲视为岳夫人之子 是不是就能解释 岳夫人为何反对灵狐冲和岳灵山的婚事了 倘若是这样 那谁会是灵狐冲的生父 灵狐冲的生父会不会是岳不群 笔者认为不太可能 你看岳不群对灵狐冲百般陷害 先怀疑他偷了紫霞神功 后又嫁祸 灵狐冲偷了辟邪剑谱 如此鹰狠毒辣 岳不群怎么可能是灵狐冲的生父 毕竟虎毒不食子 不过一些网友认为 岳不群号称君子剑 实则是一个伪君子 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嫁祸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算稀奇 然而岳不群若真的是灵狐冲的生父 岳不群夫妇为何又要说灵狐冲是捡来的孤儿 其实比起岳不群 骁傲江湖里还有一个人物 更像是灵狐冲的生父 此人正是剑宗高手风轻扬 首先 四过崖虽然是人际罕至 但华山派有无数弟子都曾去过四过崖 而风轻扬在四过崖隐居了几十年 为何灵狐冲一出现 风轻扬就将独孤九剑这门矿式武功倾囊相授 其次 风轻扬曾说过 独孤九剑尖色难懂 是一门高深莫测的神功 只要修炼者具备极高的天赋 与不拘一格的性情方能练成 从风轻扬对独孤九剑的领悟情况来看 他绝对练成了独孤九剑的最后一世破棄式 而灵狐冲只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将独孤九剑的招式烂熟于胸 他本人那潇洒不羁的性格 也与独孤九剑非常相符 如果灵狐冲是风轻扬之子的话 他势必很好的遗传到了风轻扬的武学天赋 这样一来 灵狐冲轻易练成独孤九剑就显得更有说服力了 更重要的在于 岳不羁起初对灵狐冲也不错 可当发现灵狐冲在思过崖学会了剑宗的招数之后 岳不羁对灵狐冲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变化 笔者认为 岳不羁极有可能知道灵狐冲是风轻扬和宁中泽所生 但因为宁中泽 岳不羁还是将灵狐冲视为华山派的接班人 并将华山剑法悉心传授 可岳不羁万万没有想到 灵狐冲这小子居然和风轻扬相认 还将华山剑宗的招式耍得行云流水 岳不羁误以为 灵狐通过风轻扬冲得知了身世 这才对灵狐冲恨之入骨 继而怀疑他偷了紫霞神功 又嫁祸他偷了林家的辟邪剑谱 当然 以上解读只是笔者的个人猜测 毕竟金庸并未将灵狐冲的身世详细地阐述出来 不过 也正因为这种留白式的写作手法 反而让笑傲江湖更耐人寻味 读者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 自行开辟缺失的剧情 着实妙不可言